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金视角录音室 那个今天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期节目 因为我们数了数我们在喜马拉雅上发的那个期数 今天正正好好应该是第二百期 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可以大概想象一下我们 这个栏目已经坚持了将近四年的时间了 两百期的节目以周观的这个形式 跟大家以声音的方式和大家去进行见面 那在这个契机下呢 其实我们还是想要请到我们的两位常住的嘉宾 我们的团队小伙伴来跟我聊一个 比较大家都能够切身体会到的一个话题吧 就是关于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 大家都是哪里旅游了 以及说在过去的这个夏天 在旅游上面大家有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新鲜事 好吗 那我们欢迎妍妍和Penny 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妍妍 哈喽 我是Penny 好呀 就我之所以想到这样一个话题 是因为现在已经是九月的时间了 进入了秋天 然后其实我中文很多的妈妈朋友们都会说 啊 神兽终于归聋了 然后他们会讲到这件事的很多原因 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两月的暑假里面 他们其实有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去陪伴孩子 到处去旅游去见不一样广阔的世界 那在听他们描述他们这段经历的时候 因为很多是新手妈妈嘛 啊 那我其实的感触是 啊 首先我是还没有经历到那个阶段 但同时我有可以开始回忆说 哎 在过去的这 我独自开始旅游的这段这几年里面 啊 夏天Summer Holiday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可能每年的形态都是不太一样的 啊 所以说也想找爷爷和Penny来聊一下 说刚刚过去的这个Summer Holiday 你们周围有听到一些或者看到 或甚至自己经历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旅游的一些体验吗 也就是我感觉因为呃 我们家娃也大了嘛 然后暑假就是从以前的这个 regular的就是比较平常的这个去托儿所 变成了比较丰富多彩的一个暑假 我们家我们家娃今年暑假是属于 呃 就是第一体体验了真正的叫 所谓的美国这边的叫夏令营Summer Camp 啊 也就是说今年我们是给他报名了这个 不能算旅游吧 但是他每天都去我们植物园 我们家附近的植物园就是他的真正的 这种夏 呃 这种夏令营形式的这种一种方式吧 然后他每天都到那个呃 植物园里面 不同各种各样的场景去学习 去看这个不同的植物啊 昆虫啊 然后会穿着那个雨靴去采那种小池塘啊 然后就感觉真的是呃 一种在身边的旅游吧 就是想象一下平时我们都要花钱到植物园去玩 然后现在他现在相当于上学就是每天都去 呃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在长在他长大的过程中 就是真正体验到了这个美国的夏令营的丰富多产 然后另一个就是呃 也正是因为我们给他报名了这个夏令营吧 然后因为呃 像这种夏令营的话一般就是可以按周来报 所以其实我们就空出了很多其他的时间 然后呢 他爸就带着呃 娃回国了 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夏令营啊 但这个这一次的回国就不是真正像以前要玩 这次是真的非常的 我我我自己都觉得非常intense的一个一个夏令营就是他每天都要上两节课 就是上冰球课和游泳课 几乎是每天 回国上吗 对 回国上 因为就是你在这边就会发现如果是报那种一对一的课 其实挺贵的 因为这边人工比较贵嘛 然后比如说用这边一对四的价格可以在国内上到一对一的价一对一的价格 然后在那在国内他们就报了这个冰球课和和这个游泳课 然后呃 就是我觉得就突然一下感觉孩子可能长大了 就不像以前那么就是哎 他玩就是只想着玩啊 是每天说真的去呃 滑冰啊 然后去上冰球啊 或者是去游泳啊 按照这种分有节奏的一种夏令营的形式 他好像都能接受了 而且也玩得挺开心的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暑假是我真正意义上认识到 哎 我们家娃可能真的长大了 然后在呃 选择这个未来出行的呃 这个计划的时候是有是可以有更多的这种不同的尝试 不一定是要那种呃 就休闲的 他其实也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以不同的形式学习到更多新的这个人生的体验和新的知识的 嗯 这个还特别有意思啊 因为我周围刚才开拓讲到的 我周围很多妈妈朋友们 他们其实是把小孩送去国外 啊 送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新加坡呀 近一点新加坡 日本 然后在原点可能是美国的summer camp 对吧 嗯 然后你反向输出耶 你把孩子送回了国内 然后进行一对一的这个教训 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妙 妙 妙的方式的啊 主要是呃 因为其实我们是今年开始想要给他尝试这个 因为他一直在滑冰嘛 然后今年想要开始尝试说他到底是想要滑冰球啊 还是想要滑这花滑啊 就是可能要开始有一个分项了 然后呢 正好我老公他们东北的嘛 那这个比较强项啊 就是说那既然这个既然有这个机会 正好又想回国 那不如就利用一下这个机会吧 结果他们这几乎哪都没去 就每天都在上课 就非常神奇 而且其实今年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他其实也体验了一把这个美国的summer camp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 每天都去不同体验不同的东西的这种summer camp 当然年纪大了 他在美国的话也会有那种 比如说造机器人啊 或者甚至可以那种住宿的那种 我其实特别希望他有一天能体验一下这个 因为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挺好玩的 大家都制造一个同样的东西啊 或者是像他去植物园 就是学习不同的这个动植物的这种 什么栖息环境啊 居住环境啊 然后就感觉 而且就是感觉小朋友这种 他不需要 其实他不需要去太远的地方 你会发现其实家附近 每天都去的地方 但有很多其实新的东西可以去学习 就有点像之前好像我看到过小红书有一个叫反卷吧 就是不去远的地方 不花那么多钱 但是其实就在家附近以不同的形式去学习 好像也是一种挺新奇的方式 对 特别有意思 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笑 你也在点头 对因为也要说到summer camp 其实summer camp不仅是给小朋友的一个选择 也是给成人 也可以是一个对成人的选择 因为我最近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个叫surfing camp 就是冲浪的一个下链 但它是针对成人的 因为我最近对冲浪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但它的特殊在于 它要在时间待 在水里面待很长时间 要等很久才能抓到一个 可能一分钟左右的浪 让你酷陷一下 但是要等很久 所以它比较费时间 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 去就是南美洲啊 或者中南美洲 有很多这种冲浪夏里营 它可以就是让你包吃包住 你只要付就是一个package的钱 然后它可以每天教你冲浪 额外还有选择 比方说西班牙语的课程啊 瑜伽的课程啊 然后呢 你也不需要找搭子 一个人就可以就是成团 就像旅游一样 但只不过你还有 可以学些技能 也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趣 所以希望未来有时间 有机会的话 可以体验一下 这个camp听起来很丰富啊 这个是不是架行也特别的令人 下不出手呢 你有了解过吗 有了解过有了解过 比方说如果去南美洲的话 大概是两三千美金 一周这样子 但其实一般如果说你去一个星期的旅游 差不多也要两千美金左右了 包括机票啊 酒店这些 所以其实不太 也没有那么的 就是遥不可及吧 因为它那个camp 它也会包一些吃住 就除了住宿以外 也会包一顿饭 就是这样 所以也是不错的 那其实就是长大版的 summer camp嘛 是是是是 给自己抱了一个班 对对对对 把自己再养一遍就说 对这个最近小龙书上 特别火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女孩子们要把自己 从头到尾再养一遍 长大了以后 让你去想这个方向 是 我觉得其实也很 就就去引到了我们第二个话题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也讲到的 就在观察到 比如说我听到妍妍讲到 怎么样给自己小朋友 抱班这件事情 summer camp吧 这件事情 我就会开始感慨嘛 就是可能几年前 周围的朋友 还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那看着大家慢慢的进入 这样不同的人生阶段 有发现说大家的旅游的这个意义 包括规划旅游的时候 这个重点 其实都会有一些变化 对吧 包括你选择酒店 是不是有儿童的游乐设施呀 那如果你可能像我一样 就如果一个人出入旅游的话 可能考量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说想听听看 从妍妍开始吧 就是你刚才讲了 就是你今年给小朋友抱班 那你之前是怎么样 去选择旅游的目的地 包括你整个旅游的规划过程中 你会发现自己有哪些重点的转变吗 我觉得有蛮多重点转变的 就是大概有三个阶段吧 就是第一个阶段是 嗯还没有还没有收马之前 其实是一个阶段 就那个阶段基本上是 什么时候是淡季 什么时候去啊 然后不是休假的时候 宁愿宅在家 然后这个呃 因为你自己时间非常好掌控 因为你可以请假嘛 请年假 但是呃 如果你趁着人多休假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休假 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出行 那就真的是人挤人 只看见人 所以呢 以前的那个时候的策略就是 就趁着淡季 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去 然后那个时候有了人生 非常好的体验 包括呃 我我跟我老公杜蜜月是在巴哈马 然后那次真的是 我觉得全全就整个人生中最放松的那一周 就是真的好relax 然后也没有什么人 甚至我们去租了一条 就是去去买那个船票 就是出出海嘛 然后去一个岛 然后那个船票 其实就是两个人的船票钱 但是结果因为那天 大家都以为要下雨 然后很多人就没去 就只有我跟我老公 本来人可能就不多 就跟我 就就变成 对 相对我俩 我俩包船了 然后那个那个船长 还是决定出海了 然后我们就出海了 然后我们就去了 然后就感觉真的就是呃 淡季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人 然后你只只能 基本上只能看见呃 退大部分都 退休退休 退休人员吧 然后可能呃 加拿大那边的 然后美国那边的 特别多 就退休的老头老太太 然后就剩下我们 就感觉非常非常的relax 就非常的休闲 然后那个时候的 出行策略 一个是称淡季省钱 然后又人少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想干啥干啥 那个时候呃 我们最长的一个活动项目 就是每呃 就是每年都会去呃 道康体就是威斯康辛那边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那个密西根湖的一个 就是就是 红叶的地方 对对 他他呃 在你秋天的时候 特别是初秋的时候 去划开亚克是最好的 嗯 因为呃 不是特别的热 然后又有太阳 也不是那种大雨天 然后我们每年必去的项目 就是去划开亚克 然后呃 就就比如说连续气了几年 然后后来就有了娃之后啊 这个人生阶段就立马有了转变 首先在娃年纪小的时候 就进入了可能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就是呃 很长时间不会出去旅游 就是因为他太小了 就你也没有办法带着他去 就是有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形式出 就是你可能带出去 我看到大部分的带带小月灵的娃出去的 可能就是在酒店待着 其实就换个地方带娃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所以就是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办法想旅游这件事情 呃 然后在在在娃大一些的时候 慢慢的我们就可以开始 带着娃出去玩的时候 然后就变成了呃 像以前比如说会有不同形式的旅游 变成了一种 就更多寻找哪种方式更简单吧 就是在计划上更简单 所以我们就爱上了这个呃 游轮就做cruise 对因为那个包吃包住包玩 而且就是带着小孩都能玩 而且小孩吃的特别开心 而且不管是呃 普通的游轮还是迪士尼的游轮 就是小孩都能玩的非常开心 所以就是我们就养成了一个 就是习惯可能每年都想去带着娃 去做一个cruise啊 这个就是慢慢的开始变成了 就什么简怎么样的东西 简单怎么样来 然后这是前面的三个阶段吧 然后可能从今年开始 因为娃开始慢慢变大了 又去了学校 然后呢可能时间上又变成了 我们就变成了那个去人挤人的 那一波了 就是因为娃开始上学了 其实就没有太多的 呃真的那么就是自由的时间了 就是他上学的话 你不能老请假 然后所以一般都是啊 呃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也是娃不上学的时候 也是大家都出行的时候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在计划的时候 就会更谨慎一点 所以为什么回到最开始说到 summer camp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这样的 因为summer是没有正式学校的 你可以完全自由支配你的时间 然后所以就变成了很多人带着出去玩啊 或者去这个下令营 那个下令营 呃可能我们以后也会变成summer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年中最重要的时间了 因为想要出去玩可能就这个时候了 对是我之前还听到很多妈妈朋友说 啊好开心啊 终于抢上了一个什么四个礼拜的summer camp 可以把儿子扔到某个郊区的某一个学校里面 就让他去跟大自然相亲近对吧 然后自己可以跟老公再好好的回到自己当年的二人世界 是可能就是慢慢的就会进入这样的一个一个规划的阶段 那那呃Penny呢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再也吃不了生活的苦了 我就是没有办法像就之前很流行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去打卡 哇把自己的日程排到好满 从天亮玩到天黑 我觉得真的是不行啊 然后而且就是从外部环境说 呃我想去哪些地方去看哪些景点 变成了我自己更加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和体验 我今天的身体状态如何 我能走很多路吗 包括说啊我今天的心情是想要轻松一点呢 还是想要啊我今天体力很好 可以去呃运动大一点的活动还是怎样 就是会以自己的这个体验为第一标准 嗯 即使错过一些景点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我现在心态越来越好了 我有发现就是习惯了一种呃即使不完美也可以的这种人生状态吧 就是心态变好了 这个整个旅行的企业也会变得更好 另外一种我觉得很大的变化在于是我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吧 因为特别是疫情以后回到家 发现我爸妈一下老了很多以后 我就觉得还是很希望趁他们还能走得动玩得动的时候 多陪伴一些家人 就是对我来说旅游可能不仅仅是玩和享乐 更多的是啊和父母之间创造一些新的记忆点 然后有更多的一个合理的理由 和他们一起拍一些合照啊 然后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 就在大家日复一日的生活之外 在就是跳脱出来一些增加一些新的体验和记忆点吧 嗯 我就说的特别好啊 因为你讲的第一个点我也是有体会的 就是我本来可能也不是一个纯屁人 但是在旅游这件事情上面慢慢的从一个 就变得非常的屁 就是说白了 就甚至我会 这件事情甚至会影响到就是我怎么样决定 呃 跟谁出去旅游对吧 就是大部分时候你会 会觉得说现在还不如自己出去玩 因为你也会担心说自己的这个行程的没有确定性 无确定性会给别人造成一点的负担 尤其是如果对方是一个很J的J人的话 啊 你能够预想到了就是会产生一些矛盾 那大家到了这个年龄 到了这个阶段就会想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我如果我自己是想要放松的 为什么我要去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创造这个矛盾 对吧 然后第二个点其实我也很认同你啊 就是慢慢的意识到父母有在变老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自己会觉得说 哦 是不是开始有紧迫感 就觉得说我是应该要刻意的额外的去创造一些所谓的共同的回忆 那这些回忆可能在我们小时候 或者更年轻的时候 觉得说哎无所谓啊 就是时间还多得很嘛 但现在可能看啊 就是时间也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多了 那如果能够在现在还有这个经历和条件去创造的时候 那就多创造一些 嗯 所以其实我也非常的感同身受 就这两个点 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啊 就是因为在 相信你们也经历过很多这种 尤其在美国嘛 很多时候我们是road trip road trip的时候会经历大量的 就是开车啊 路上比较无聊啊 或者说坐大巴去旅游啊等等 那在这个路上啊 你们是有什么自己的一些tips来打发这个时间吗 我先说我的好了 我就听相声 嗯 哦 我觉得听相声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就是尤其是如果是你跟一两个朋友出去road trip 大家是make turns去开车的话 然后听相声这件事情 第一个能够帮助那个开车的人不睡着 嗯 就他他能够去听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但同时也不会说是听个故事 再会容易分心 啊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就可以帮助大家都比较清醒 第二点的话 就是因为这个相声 他嗯 可以让大家创造一些话题 尤其是当一些人没有那么熟的时候 呃 出去road trip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破冰的一个方式啊 嗯 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比较有意思打发时间的方式呢 嗯 我觉得呃 前两年有一次我们呃 我们全家一起出出行的时候 呃 是去看枫叶 然后那一次呢 呃 呃 其实其实我跟我老公挺有意思一点 就是我在生活中是特别计划性的 但是呢 在旅游这件事情上呢 他有的时候就是非常的 就是计划性 就是他会把那个 特别是比如说 跟摄影啊拍摄相关的时候 他又会看 诶这条路是专门是看这个枫叶的 然后他会把所有的点都给他点上 因为他就担心没有信号嘛 然后你开到进去的时候 你已经把那个pre download了 然后把点都点上了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指引你走到正确的道路上 然后有一年我 我感觉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他呃 拿了一个go pro 然后放在车的前面 然后专门就是拍那一段 那个就是枫叶那条路 因为他本身就是看的嘛 虽然我个人的话 可以更偏体验拍 就是我会觉得我看了就够了 我眼睛记住了就行了 但是他就会觉得 我一定要拿着设备去把它拍下来 所以他对于记录是非常的认真的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那个go pro 然后就是那种隔两三秒拍一张 隔两三秒拍一张 拍成一个非常就是短 但是其实时间很长 比如两三个小时 但是拍出来就非常漂亮的那条路 你会看着他的这个树叶的变化的情况呀 然后这个哪部分会更 因为我们是一路向北嘛 然后他就会越来越越来越红 或者是他的颜色的变化 哪一段路特别漂亮 然后他就制作了这么一个小的video 然后我们自己就可以会去回忆那一段路 我就觉得那个其实是挺挺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拿着嗯 就是用一些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记录它 不仅仅是体验派 然后我们可以回过头去回忆这件事情 包括他后来我老公买了一个无人机 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去岛上 然后他就会拿着无人机可飞的地方啊 拿无人机这样飞一圈录一圈 然后回过头来去看 其实还真的是就能激起一些激发一些 就是你对那段时间的那个美好的回忆 就是让你突然一下 就在之后的情况下也能增加幸福感 就讲哎原来我们当时去了这个 这个好有意思呀 哎呀这个小岛上的这个小湖里面 是有那个什么好多海豚的呀 或者怎么样 就是你会突然回忆起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 以这种随手记录的形式是挺好的一种方式 然后让你体验的过程中 包括在事后也可以回忆起当时的那个 幸福感啊或者是开心的那一段旅程 我觉得幸福感是个特别好的词啊 就是如果说你说开心或怎么样 难忘等等可能都是对于 这个记忆本身的一个概念 但是幸福感本身 幸福感这个词会让我觉得说 它是值得反复被拿出来 你每次看到这个东西 看到这个可视的东西 你都会有油然而生的那种 心里面的那种暖意是吗 是的 就是感觉 哦原来当时我们做了这么 这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哦原来我们当时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小岛 原来我们当时看到了这么美丽的一个教堂 就是感觉是一 就是又回到了当时那个美好的那一段记忆 对 记录我觉得 我觉得好的地方在于说你并没有在怎么样呢 并没有在阻止你老公进行这个记录这个行为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 夫妻或请你出去旅游 一般是女生更愿意以一个比较夸张的形式去记录嘛 记录比较频繁一点啊 但男生可能会因此而产生抱怨啊等等的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对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因为记录这件事情能够达成共识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本身了 嗯 我觉得也可能要看对方记录的好不好看 如果能拍出好的视频和照片 我觉得女生都会很愿意的 这个是听众的听众中的男生又抖了一下 对我其实前面听爷爷说 我觉得跟我的想法其实还是有很接近的 只是他更具体 他有他老公陪他出去玩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选择一个好的旅行搭档比去哪里都重要 因为不同的旅行搭档就可以给你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我在这几年和美在美国的时候和不同风格的人都旅游过 有些人就是很狂热的摄影爱好者 就是为了拍一些景点 他真的是卡时间卡的特别的准 我在那边会担心我们赶不上大巴了 他确实可以很游刃有余 所以就是对我的这个旅行体验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呢我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女生朋友分手了以后 总会找我一起去旅游 我真适合两个不一样的女生 但是都是因为分手的原因找我去旅游 那就是另外一种体验了 我就要听他们倾诉对吧 不一样的搭档跟你不一样的体验 你想体验怎样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就找怎样的旅行搭档 包括自己调整心态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其实自从我不追求完美以后呢 对面对旅行中的一些突发事件 或者一些不太好的体验 我自己很容易就是能转换心情 我觉得如果遇到一个同样心态比较好的搭档 包括我们去面对处理问题的时候 只要能最快的速度忘掉当下的不一块 还是能享受剩下的旅程 我觉得这是能帮助我体验到一个美好的旅行的 一个很重要的两点吧 一个好的搭档和一个好的心态 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对对 对啊所以说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 那个你找对象或者是就是交朋友 都必须要出去旅行一次吗 三观是否一致 对三观是否一致 然后你们是是否合得来 不管是朋友还是还是另一半 大家都会原形毕露的 真的 对对但我会觉得说 这个事情可能就听起来过于的 怎么怎么讲鸡汤了 但我会觉得说对于不同的旅游目的地 其实我从我的角度 我会期待不同的旅游达子 或者不同风格的旅游达子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去的是一个购物省地 然后可能这些购物的点都是散落在 或者说吃东西和的省地 对吧那可能需要提前预约啊 就需要做很多这种准备工作的地方 那我可能需要对方是个J人 然后对方也需要有一个听他话的人 一个P人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这样的一个组合是最合适的 对吧一个负责听话 一个负责计划 那如果假设我要去的是个海岛 那个海岛除了海和沙滩一无所有 那我只是想要去他逃几天的 那这个时候就不能找个P人 对吧 对吧不能找个J人 那这个J人可能会归结你早上5点钟爬起来 陪他看日出 那那这个旅行可能我要去的这个目的就就没有实现嘛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根据这个目的地本身 对吧就像我们人生的阶段一样 哈哈在这个阶段你需要什么呢 就找到在这个阶段能够给你这个相应的东西的那个搭子 我觉得是最合理的 对听得出来Branda朋友还是挺多的 还能跳跳学学 没有没有没有 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从P变J的嘛 大家都是 而且就像就像你说的Branda你说这种情况 特别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常见吧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在旅游的选择 包括目的地的时候 他其实有越来越多的选择了 因为现在就是不管是去海岛 还是去山里还是去什么样 或者甚至去各种各样不同的国家 我感觉就是说从各个方面来讲 特别就是疫情之后吧 然后咱们这个就是恢复起来 就感觉便利又回到了以前 就是想去哪去哪 然后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在旅行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我慢慢意识到 其实除了除了能够就是看到不同的风景之外 你还得有就是足够的这个工具啊 就比如说有个例子就是我们去坐游轮的那次坐迪士尼游轮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整个旅程都非常的开心 就是在最后关头的时候发现就是我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中间要停一个岛 然后呢在那个岛上我们就想说开开那个手机的就是信号 然后不然的话怕这个错过了回回船的时间 然后他在岛上就是按照AT&T的规定啊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移动公司的规定 是10块钱一天我们想没问题 10块钱一天而已嘛24个小时 然后就想说用用够这24个小时 所以回到船上的时候我们就接着开了他的那个流量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那个流量吧 就给他算成了这个不是那个10块钱一个小时的 因为他是公海他不在那个任何一个国家 然后所以呢他就就是按那个你知道就是流量包来算 就是比如说一个MB然后多少多少钱 然后一下子要是要差着我们 比如说五六十甚至一百刀 然后结果突然快到案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说 啊你的流量包抄了你要你要买新的 又要花多少多少钱 我一看那个多少钱我就整个人就懵逼了 然后就就赶紧跟那个AT&T客服硬钢啊 钢到后来终于把那个钱钢回来了 但是也花了我不少时间 并且在那个船上的那个心情就大打折扣 特别看那表演的时候还在那边跟客服钢 然后我就想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特别是就是这种有的移动公司真的是 他也没有提前告诉你这个流量这么花钱呢 对而且不只是美国这个情况吗 在国内也是一样的 就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是去韩国 然后当时是办了那个去淘宝上可以买韩国的那个电话卡 那那个电话卡呢他那个带的那个流量其实不是很多 就但他客服告诉你说你是足够用了 但是你到了韩国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APP你是要另外下的 就包括打车呀包括他们叫外卖都要另外再下 然后很多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很好流量的 然后这时候我又很着急我在街上急着要用这个软件 那我又不能找地方去蹭WiFi对吧 然后就要去下然后就会很花很花的那个流量 然后导致我最后几天在玩的时候我这个流量非常卡 然后我就只能就再去临时去租了一个这种WiFi宝 你们知道吗就是一个没有听说 就这个玩意就是一个这么大一个可能跟一个怎么讲的 就是可能五成五厘米的一个方块 这个东西你得随时带着带着他走 然后他会到处送WiFi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你非常不方便的地方在于你哪里租 你就得在这条环就跟比国内的那种麻烦非常多 对我就当时就很恨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有在国内机场租一个出来 就反正因为流量这件事情搞得焦头烂额 觉得自己也简直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孩子 怎么会被科技限制住了自己的力量 这个时候就会想说你能不能有一个东西 他就是就是就是不要用到我原本的流量 他就可以挂在那儿 然后就是我想要的这个APP什么的 他就是在幸好好的时候直接帮我下下来 所以就是反正类似的事情发生多了 你会觉得说不管你是个P人还是J人吧 最好还是基础的这些怎么讲呢 攻略还是做一下对吧 包括你交通呀 包括你这些跟设备跟你旅游的基础的沟通 信号啊手机啊这些相关的东西 信用卡呀付钱呀这些 最基础的你可能要先做好攻略 然后其他的这些计划你就你是个P人 你就P你是个I人 你是个J人你就J 我觉得问题都不是特别大 最后其实我想再问两位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 在旅行当中我们碰到了这些有意思的事情 包括这几年在旅行的这个规划上面发生的一些变化 那大家有能回忆起来 最不开心的一次旅游的经历是什么 体验是什么当时发生了什么吗 那我先说吧 我第一反应就是那不得就不抱一下我的朋友了 就是我朋友和前男友分手以后陪他出去玩 然后但是呢就在这旅行的过程中的时候 他刚好有了他的新男友 所以全程他就在跟他男友发消息 然后我觉得我好心好意想做你这个 做一次英雄对吧 来陪伴你度过你人生的困难 其实没想到这么快我就不重要了 然后我当时就感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宋舍亲友啊 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让我觉得以后不能再对他这么好了 对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不愉快的一个原因 那也要为你朋友高兴啊 他这么快就从上一段走了出来 就是很多人都不具备这个能力啊 这个翻篇的能力 我们很多人都应该学习是不是 对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单独开一个话题以后 有就是成功人士成功是有是有原因的 对是有原因的 好那我们接着下次听你的这个详细的分享 好的好的 严严呢 嗯我觉得我最不愉快的一次经历 还是跟恒恒公司有关吧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遇到过 然后其实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比较幸运的 然后但是最近其实不能算旅游 但是也是出差嘛 然后也是就是使用了这个 坐了飞机 然后住酒店 但是我这一次我简直就是被到家了那种 就是我前天晚上就是坐飞机 然后飞机晚点了大概四个小时 然后非常晚 大概凌晨呃一点多钟到那个对方机场 然后呢呃两点钟我才到的凌晨两点钟到的酒店 去了之后酒店oversold了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就是酒店也可以超卖了 然后那个又不是那种呃特别大的连锁酒店 所以他其实没有那么多选择 他整个城市就两家 然后这两家呢都超卖了 然后我刚去的时候他还不告诉我是超卖 他说我的系统有问题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他说哦我们超卖了 我们再帮你联系另外一家酒店 然后他们他们同旗下另外一家酒店 然后过了半个小时说 哦另外那家酒店也超卖 也也全满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嗯那我们再帮你联系其他的酒店吧 我说你能帮我联系着吗 大概过了又过了半个小时 总共一个半小时之后啊 大概三点半左右 他说我们终于帮你联系到了一家酒店 然后我帮你打个Uber过去吧 然后我们就我就打了个Uber 当时特别有意思的是 还有另外一个男同志 我们俩都是他前后脚 他可能比如说凌晨两点到的 我是凌晨两点十分到的 我俩都没有被安排上房间 然后所以我们俩都被 就是到了另外那个酒店 就好在还有一个酒店还有房间 所以我们大概是三点四十到的那家酒店 然后当时我跟那个那个大哥说 我说我们俩难兄难弟啊 也属于 就咱咱运气也是挺好的 就我俩 但是真的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就是酒店可以就是超卖 然后我明明不可上了 然后结果好 结果他说哦 没有房间了这种情况 而且正好还是凌晨 然后第二天还要上班开会啊 就是真是人生头一遭最最不好的体验 就是死生一生黑那个酒店 那个酒店的名称叫Citizen M 以后都不要去那个酒店 真的好的好的 给我们避避雷 真的没有没有遇到过 对 确实 我最近因为国内有挺多这个自然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一会是台风啦 一会是暴雨啦 什么的 我有看过很多朋友 就是因为各种延误 可能延个48小时的都有 就是怎么样回不来回不来上海 也是非常的痛苦 对是 就是在旅行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意外 就是坐飞机 以及就是不是不是说那个安全意外啊 就是说延误的意外 然后以及这个酒店出现各种问题的意外 对 还有掉行李呀 行李不见了呀 对 签证不行呀 之类的 好呀好呀 我们今天其实聊了也挺多的 就是从我们一开始讲 就是今年的 刚刚过去的这个Summer Holiday 大家是怎么过的呀 其实我觉得妍妍分享了很多 她关于她每一个阶段吧 每一个过去的几个人生阶段 以及未来可预期的某一个人生阶段 对于旅行之间式的看法 以及它的规划的一些重点 都是其实在不断的变化和严禁的 这个也代表了我们自己本身在体验不同的心态哈 然后包括Penny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她在旅行过程中碰到的一些无底头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能够把这些话题再展开 再跟大家聊一聊 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个非正式的第二百期节目 也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们节目的陪伴和支持 希望我们在未来还可以持续与你们相见 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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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